第二層 工地安全施工順利 台灣標燈會倒數92天 頭戴安全帽手拿金鏟 邱縣長與副議長林維州 及多位議員貴賓 在高鐵新竹站特區 宣布2013台灣燈會場地整備 及復原工程動土開工 今天的動土 剛剛下了很大雨 結果一動土下去 整個雨都停下來了 祈求我們在燈會期間 能夠一切的工程非常的順利 預計有千萬人會進到 我們這個地區來 所以現在一定要開始 積極的準備 然後把它當作是不可能的任務 從高鐵新竹站特區 一路延伸到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區 包含動漫快車燈區、自然探索館 全部10.67公頃的燈會展示空間 將陸續開工佈置 要用最完美的姿態 迎接來自全世界的遊客 那這個區域 整個到時候其實會變成 後方有一個主軸 兩側就是很精彩的燈區 一路再串連到 那個交通部光局的主燈區 光局舉辦台灣燈會已經23年了 那明年我們即將邁入 2013台灣燈會在新組的這一年 那我們很高興也祝福 那今天的一個動土儀式 能夠圓滿成功 前程三拜 祈願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 憲民平安健康 2013台灣燈會順利圓滿 相信明年的燈會 會在國際上 會打出一個 我們更進一步的成為一個 世界性的嘉年團 燈會一定要光明才行 那我來也特別跟先生講 您的用心啊 我們中央長官都看在眼裡 感動在心裡啊 臨放鞭炮 慶祝動土儀式圓滿成功 相信這場結合動漫 科技 人文的燭光盛宴 一定能帶給遊客滿望的回憶 納稀 黃金 真通常提供